那是有台灣維基媒體協會這邊的資源 大家好 我是代表台灣維基媒體協會 來跟大家做分享的硬環 那今天這個獎題是由於台灣維基媒體協會 在台灣多人語言這個面上 近幾年其實做了相當多的努力 那比如說近期滿大的獎獲是 在台灣16種原住民族語裡面 其實已經有五種族語的維基百科上線了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不容易 而且重要的里程碑 當然在維基百科上線之後 其實還有更多的議題 需要我們去做思考規劃跟做更進一步的行動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會想要分享這個獎題的原因 那我們都知道台灣是一個族群跟語言相當多元的島嶼 維基在台灣本土語言的努力現況 在台灣上呢 以原住民語來說是五種族語百科已經上線了 那客語的部分 目前有客語維基百科 是以漢語跟拼音並行 台語方面呢 這有閩南語維基百科 那是以白畫字的方式去做撰寫 那在維基的運作上呢 其實說到維基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維基這件事情到底它的本體啊 還有它的運作到底是怎麼去形成的 我們這邊就要先向大家介紹一下 所謂的維基媒體運動 維基媒體運動呢 就是像大家看到的這張圖 有包含了非常多的子計畫 通常想到維基大家可能會想到百科 但其實維基媒體運動不只有百科 而是包括百科旁邊這些所有的小圖灰 都是其中一種子計畫 那種子計畫都有不同的特性 當然也會有它更適合搭配的情況 那比如說像百科旁邊這一個 有很多箭頭的這個圖灰 它叫做維基共享資源 Wikicommerce 那這個就是比較著重在照片啊 影片等等的這些媒體資源的面向 維基媒體運動背後呢 組織架構大概就是長這樣 總部是在美國基金會 那下面還會有分支組織跟社群和個別使用者 一般大家見到的像編輯者啊 使用者等等 就是比較偏向最下面這一群 那其他在討論的組織 則是會包括分會用戶組 還有未來可能會出現的專題組織 台灣維基媒體協會就會比較偏向是分會的這個角色 分會就會比較著重跟投入在地方上 那後面這個用戶組 則是會跟我們今天的講題有相當大的關聯 用戶組呢其實比較像是介於一個 比較介於社群跟分會之間的一個群體 那在台灣呢其實蠻棒的是在原住民 已經有一個原住民的用戶組 那用戶組的優勢呢是可以比較獨立的去申請一些資源 但以台灣的狀況來說 因為原住民族群有16個族群 所以我們要去做更好的運用 我們要去做更好的運用 我們要去做更好的運用 要怎麼去我們跟不同地方的 就是台灣各地的客群聚落去做交流 這些語言啊這些族語言 究竟做哪些優勢 去申請資源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做同酬 或者是申請到資源之後 要怎麼對這麼多個族群去做分配跟協調 而不是可能申請到資源之後 反而造成資源競爭的狀況 那接下來呢 了解了危機的運作之後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在台灣這片土地上 台灣分會近年在少數語言 究竟做哪些嘗試跟努力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一起來思考 我們接下來可以做什麼 可以讓這些語言啊這些族群 可以再進一步的獲得更多的發展 那在台語面上呢 目前是有閩南語維基百科 那台灣分會這邊做的努力 滿大的獲獲是 我們上陷了國台對教活用詞典 那這本詞典呢 是台灣的台語研究前輩 吳修李教授去做編寫的 而這本詞典呢 在台語研究上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在客語方面呢 有客語維基百科 然後台灣分會這邊 去年也有跟客傳會合作 我們跟不同地方的 就是台灣各地的客語聚落去做交流 然後各聚落也有去討論說 他們自己要怎麼去保存和記錄自己的文化和歷史 以及去討論說 用哪一個我們大家剛剛看到的 維基媒體的子計畫 可以去做更好的運用 那在原住民語呢 大家可以看到 像這邊已經上線了有 塞吉萊雅語 佩亞語 塞德克語 阿美語和台灣語的維基百科 那這些其實都相當不容易 就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 你可能要先建立一個翻譯界面 然後後面要再集結更多的人去做編寫跟建立 才能建立一個百科的架構 那百科架構建立之後 其實當然更需要擅長這個語言的人 再去做條目的撰寫跟集結 這樣子這個百科才會 建立起來才會有它的意義 那在初步取得這些小小的里程碑跟效果之後呢 其實我們也總結了一些我們目前遇到的情況 跟某些可能是一些困境 那大致上可以分成這樣一種情況 一種是語言族群的內部共識 這部分就會比較偏向是比較前期的部分 比如說像語言名稱阿 或者是在一些公眾比較重要的場合的撰寫方式 到底要用哪一種 那後面這個策略性問題就會比較偏向是 前面的內部共識已經取得之後 那對於不同的語言族群的狀況 要怎麼樣去擬定一個適合該族群更好的 進行下一步行動的方式 那也許這個就會是一個可以避免 先去避免一些我們初步可以設想到的問題的一種策略 那也許之後我們在做的時候就可以做得更好 或者是更順一點 那我們先來看語言族群內部的共識 像原住民語就像剛剛提到的 用戶組可能是一個有獨立申請資源的優勢 但相對也會面臨我們要怎麼去協調跟統籌 那台語的部分呢 比如說像目前在國際上是叫做閩南語維基百科 那在台灣呢其實目前還有還沒有達成那麼足夠的共識的是 這個語言的名稱到底要叫做台語 台灣閩南語還是閩南語 那可能就會有人就會想說 他現在是叫閩南語維基百科 可是我不認同他叫閩南語 那我就不要寫了 但其實他不要寫的話其實也會變成說 那會不會其實就會有很多其實可以來寫的人 就不去寫他了 那這件事情也就會是一個蠻可惜的事情 那如果是以課語來說呢 比如說像目前以去年狀況來說 蠻多客家製作裡面的客家人 就是在聽跟說上面 也許就是比較擅長的 但在讀和寫上面 就偏向比較沒那麼擅長 那像在華語 在撰寫方面呢 目前的客語維基百科是用華語字去撰寫 然後其實也會遇到說 有些課 好吧我們就先等終生完成 我們再播好了 因為我們的錄影的聲音太小了 好我們就繼續了 蠻家人會覺得 那為什麼不要用客語拼音來寫 對 那在內部共識方面 其實還會遇到一個蠻重要的因素 是中國因素 尤其是以台語跟客語這種語言來說 除了在台灣自己內部的共識上 在中國那邊其實也會發生 應該說以中國人角度 他們會覺得 引南語跟客語其實都是從中國那邊發源出來的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說 他們就會來搶奪這兩種語言百科的主導性 但其實以台灣這邊的狀況來說 我們可能會知道或者是設想說 這個語言的確是從中國過來沒有錯 但其實在來到台灣之後 其實都已經發展出它的獨特性 就是其實沒有說 一定要他們是同一個語言 但中國可能就會覺得說 就是不管啊 反正就是 我就是覺得它是這樣 它就是從我們這邊發源的 就是我們的 那 這件事情可能就會也會牽涉到說 我們台灣這邊 如果還沒有先達成足夠的共識的話 然後又遇到中國因素的話 有時候其實也會再撰寫跟 跟凝聚上會產生一些問題跟爭論 那在策略性問題方面呢 以客語來說 像 目前比如說像去年可能有藉由專案的形式 有進行一些各地的初步串聯啊 交流 或者是大家各自的一些 各地聚落的一些凝聚跟討論 但目前的方向比較會像是 從台灣分會或者是客場會那邊 主動去找就是各地的聚落 但其實實行下來呢 也會發現就是各地的聚落 大家其實多少也都會有自己的觀察 然後又提出也會發現自身的困境 跟知道自身也許比較適合怎麼樣的方式 所以其實我們也相當鼓勵就是大家 各地聚落如果有一些這方面的想法 那或許其實由各地聚落來主動發起 然後主動來找也許是其他單位 或是台灣分會來做合作 也許會是一個更棒的方式 那原住民語呢其實遇到的特略性問題 有點像客語面向 因為比如說像現在合作方式可能會 同時有協會原住民族和其他的單位 那在這方面呢也是原住民族群之前也可能偏向一個比較沒有自主性的部分 但後期呢其實也會發現各原住民族群其實也會開始有就是發現自己的狀況啊 或者是覺得想要做有時候也不一定是問題 而是覺得自己想要做一些事情 那這時候呢其實不管是透過其他單位也好 甚至是其實可以直接來找台灣分會也是一個蠻棒的方式 就是不一定要因為有時候透過一些透過中間單位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溝通啊或者是某些時間空間距離的一些損耗 那有時候其實對於不同的情況還是可以去思考說 要用怎麼樣的合作方式 或者是要直接來找台灣分會來做這些努力都是可以去思考的事情 那剛剛是以比較細的各語言族群來看 接下來呢其實台灣分會這邊也有用比較重貫的角度 可以去看本土語言目前 台灣本土語言目前在危機的發展狀況 那比如說像第一個面向 我們有觀察到說像建立多語言界面可能是個帶解決的問題 比如說像危機每年都會固定舉辦國際賽事啊 那這些賽事就會有頁面 比如說攝影賽事 攝影賽事好了 那攝影賽事就會比較牽涉到我們剛剛提到的危機共享資源 因為會跟照片比較有關 那我們在下載啊或是舉用照片的時候 語言本身可能不是那麼重要的問題 但如果我們假設我們今天是要上傳這些照片的人 那我們要分享這些照片給其他人的過程中 我們可能會需要一些引導說明 那這些引導說明呢 在語言上就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因為比如說像在台灣 我們目前可能只有中文的介面 但以台灣有這麼多族群來說 那我們是不是就要去思考說 那為什麼沒有客語或者是原住民語的一顏面去做說明呢 那第二個面向就會像是 其實少數語言或者是台灣本土語言 其實是可以直接像基金會和台灣分會去做尋求資源 或者是協助 看起來我們的影片突然就好一點了 像基金會其實每年都會過一點了 三種 經費可以申請 那就算可能在申請的過程中需要一些協助啊 或者是需要一些建議 其實也都可以直接找台灣分會 那還有剛剛提到的用戶組 這就比較像是一個議題兩面的課題 比如說像會有一些優勢 但我們可能也會面臨一些同仇跟協調的課題這樣 那最後呢 除了剛剛提到的以目前現況可以設想的狀況 其實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去思考未來可以怎麼做 比如說像維基會舉辦國際性的語言高峰會 那以台灣的狀況來說 也許就會碰到 那我們應該由誰來代表我們的特定小數語言族群呢 比如說像原住民旅遊十六族 那客語可能各地的聚落發展的脈絡又不太一樣 那這件事情也許是未來我們會面臨 然後會需要去思考跟取得共識的事情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想要來找我們協助 或者是想要跟我們合作 也非常歡迎大家直接來找台灣分會 謝謝大家 那因為講者的室友好像確診 那他現在是屬於自行隔離的狀況 所以他不客前來 那就是在晚上的時候 就是先緊急預錄了這樣子 所以可能那個預錄的品質沒有那麼好 那請問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的想要詢問的 好這個影片就是以台灣危機媒體協會的身份去 去有些論述啦這樣子 那這裡要怎麼做其實大家是可以討論啦 因為其實還需要各個人的參與這樣子 就這樣吧